就是金馬六十 就是金馬六十 你怎麼可以偷摸我們青霞姐 你在發抖對不對 被塞到我嘴巴 不可以怠慢這樣 我下午彩排的時候很緊張 但越彩越到後面 比較稍微穩定下來 可是剛剛又再試了一遍 有點緊張耶 真的滿慌的 小曹真的很緊張啊 第六十七的金馬獎 新光達到 由楊謙佩搭檔曹宥寧主持 首度主持的曹宥寧 一開場運服飛快又卡刺 之後也有一些搶化的小狀況 這次我們特別安排了 金馬六十指定禮車 就是在我身旁的這一台 雷瑟全新大改款的旗艦 LM500H 新加坡的觀眾可以收看 STAR HARD 馬來西亞的觀眾可以吃到 ASTRO 其他地區可以透過 YouTube、TTV、台式官方頻道 以及金馬官方頻道 希望大家全球移民們 可以一同享驗我們的金馬盛會 慈寧姐姐好 這邊請 好久不見 一樣美艷冬人 小時候都看傻了 對 趕快來問問題 我想問一下智琳姐 台灣人的禮物 我認為是第二次的故事 如果說有機會再次在台灣 讓我講聽聽看她說什麼 對 是 請 台灣的人真的都非常友善 然後對待我非常地好 然後 我雖然是在日本出生 其實跟台灣是沒有血緣關係的 但是台灣對我而言 其實就好像第二故鄉一樣 我非常非常地期待 那不過這一次說真的啦 就是金馬六十 你怎麼可以偷摸我們的青霞姐 你在發抖對不對 還好有一旁的楊千霈幾時救援 王伯傑訪問前 也拍了拍小草的肩膀打氣 而典禮結束後 曹又寧透過經紀人發聲 知道自己還有很多不足 跟需要學習的地方 經紀人也表示 但是能完成這麼艱難的任務很不容易 兩個小時說話的量 大概比她整個一年會講的還要多很多 所有的指教跟鼓勵都很感謝 巴拉採訪組專一報導